现在让我们看看手指和拇指的结构 它们将趋肌键和伸肌键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允许它们移动并引导它们的拉力方向 在每个手指中 这种结构即趋肌键鞘 为两个趋肌键提供了一个平滑的 紧密封闭的通道 趋肌键从MP关节的近端开始 一直延伸到远端直骨 为了更好地查看趋肌翘 我们将其分开 翘的一部分是厚的和纤维的 它的一部分是薄的和可折叠的 在这根手指上 我们将移除趋肌翘的薄的部分 只留下厚的部分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它们充当趋肌键的滑轮 在每个关节处 趋肌翘连接到掌板的边缘 在关节之间 键翘沿着每个趾骨连接 趋肌键的通道底 由掌板和趾骨的光滑平坦表面形成 拇指的一根长趋肌键 具有类似的趋肌键 身肌键的排列完全不同 而且相当复杂 在每根手指上 身肌键和三个手内在肌的肌键 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个称为身肌机制的结构 让我们来看看它 稍后我们会看到肌肉本身 我们先从整体看身肌机制 再孤立地去看一根手指 这是身肌键 接近MP关节的后部 在这里无论是饶侧还是在齿侧 都是骨剑机之一的肌键 此外 这里仅在饶侧 是影状机的肌键 在每一侧 一个三角形的肌键组织 呈扇形展开 并将身肌键连接到骨肩肌键 这种三角形肌键组织 被称为身肌键帽 身肌键帽在近节直骨上 分成三个部分 中央带穿过近端IP关节 并插入此处 位于中节直骨的底部 每侧的外侧和骨肩肌键 融合形成两个外侧带 外侧带在中间直骨上 连接在一起 并在远接直骨的肌部 插入此处 拇指没有如此复杂的身肌机制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它的两个身肌键的插入 相对简单 在我们继续讨论肌肉之前 最后一个要研究的结构 是掌筋膜或掌腱膜 它是一层密集的三角形纤维组织 覆盖手掌的中部 近端与趋肌之时带相连 与掌肠肌建相连 在远端 它分离成片 插入MP关节掌板的边缘 掌健膜 保护下面的神经 肌济和血管 免受伤害 手掌的皮肤 牢牢地贴在 掌健膜上面 我们下期再见